有一个代工厂曾经是笔记本业界响当当的硬汉 产品横跨各个价位 甚至一度是高端旗舰的领军人物 但是如今却人人见而色变 没错 说的正是笔电的老牌模具厂蓝天CLAVO 作为模具厂 蓝天虽然没有自己的独立电脑品牌 但是却为众多的品牌提供模具以及代工服务 早年间的Alienware外星人 神舟 炫龙 未来人类 以及近年来的奇彩虹 红旗等等 都有使用蓝天模具的产品 但最近几年来蓝天似乎有些乏力了 一说到蓝天公模都不看好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台蓝天当前的旗舰X370 看看问题出在哪吧 做X370的公模品牌有好几个 我们本次选择的是七彩虹的X17 Pro Max 照例过一下基本配置 出力器是14代i9-14900HX 显卡是普普通通的过期亮机卡RTX4090 内存是双通道32GB ZD25 5600MHz 硬盘是1TB的PC411 其余部分参数如图 感兴趣的观众可以暂停查看 这款顶配版目前售价19999元 4080的版本则更便宜一些 外观上X370整机对比传统蓝天那种傻大黑粗有一定进步 但是不多 厚度25-26.5mm 在游戏本里这算是比较薄的了 不过3.42kg还是提醒着我们 它是一台17.3英寸的重型游戏本 和我们此前评测过的 采用蓝天P160的七彩虹X16 Pro差不多 变形性都比较差 两者外观的设计风格也差不多 几乎就是等比例的放大 机身ACD面均为冲压金属材质 表面喷沙 A面少见的没有任何设计元素 只有朴素的纯黑色 虽然牺牲了一定的品牌辨识度 但我猜应该也会有人喜欢 尾部出风口做了一圈肌肉线条 中间还有一根亮面的塑料装饰 颜值和质感比起以前确有一些提升 但是在2024年依旧是不够看的水准 C面相比之下就更加逊色了 键盘还是蓝天的祖传风格 和机身其他部分的颜值有些脱节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换一套新的设计 有全高方向键和小键盘 但是键帽尺寸是偏小的 手感倒是还不错 触控板面积非常大 玻璃材质也很顺滑 B面上方摄像头支持Windows Harlow 屏幕用的是一块17.3英寸的面板 X370是目前的旗舰本中为数不多 还在使用17英寸16比9比例的机型 下巴自然是免不了的 面板是2560×1440分辨率 240Hz刷新率 普通IPS 没有特殊的黑科技 最大亮度只有339nit 在500nit遍地走的当下 作为旗舰而言实在有些不够格 色域容积103.4%的DCI P3 色域覆盖98.7%的DCI P3 在蓝天官方可以看到 这个模具本来是有攀通色彩管理选配的 但是X17 Pro Max并未搭载 Display P3色准马马虎虎 SRGB的就过保和严重了 这块屏幕打游戏没什么问题 但是也只有打游戏没什么问题了 在旗舰游戏版当中算是吊车尾的一档 接口方面 X370左侧是两个10G的A口 3.5mm的耳机和麦克风接口 尾部是迷你DP接口 HDMI、RJ45、电源以及锁孔 右侧还有两个雷电4接口 接口质量虽然很高 但是2A2C对于一台17英寸的笔记本来说 还是太少了 唯一的优势就是两个雷电4加上两个视频口 可以同时输出四块屏幕 舞台导播或者监控师老大爷会很喜欢 外观和外摄水平平平 性能的表现又如何呢? i9-14900HX大家应该都很熟悉了 我们直接进入跑分环节 City Range R23单核2149分 比我们基准测试略低一些 多核性能上X370第一轮30980分 随后逐渐下降稳定在29100分左右 这个表现在我们测试过的旗舰机里算是比较普通的 对比TiTi 18 Ultra稳定分数差了10%左右 而对比我们此前测试过的16英寸商务游戏本ThinkBook 16P的时候 也没有多大优势 这是不是功耗调度太保守了呢?还真不是啊 运行期间 X370全程是顶着98度温度强来跑的 看得出散热确实已经到极限了 但是短时最高功耗还是止步在161W 稳定功耗更是只有140W 这个表现实在是不像一台17英寸旗舰应该有的水平 机身厚度的削减也要背一部分的锅 显卡方面 我们这台X17 Pro Max的4090表现也不太乐观 最大电压0.94V 频率只有2280MHz 在GPU-Z的轻度负载力甚至只有2265MHz 对比TiTi 18 Ultra低了225MHz 即便去掉后者超频的90MHz核心也还差了135MHz 最终落到跑分当中 对比我们的基准数据差了一大截 没比1016Super上超频的4080高多少 CPU和显卡的跑分都有些让人面露难色 实际游戏的表现会不会有转机呢? 首先看网游部分 1080P分辨率下 X370的帧数全面落败给4080的1016 Super 对比因为4X槽而内存频率受限的Titan 18 Ultra 也只有FF14当中有优势 APEX被甩得老远 3A大作中 地平线和木尾4都呈现出领奖台的形状 而且X370更接近4080的钥匙而不是Titan 18 Ultra 地铁和消光的表现也终于和Titan打平 古墓、全战和2077中 X370甚至有些优势 这是为什么呢? 别忘了 这是三个参与选手中唯一一台采用16B9屏幕的机型 天生就少了10%的像素渲染量 这才得以在几个显卡负载较重的游戏里投机成功 如果把分辨率拉平的话 那结局可以料想得到啊 不过也算是16B9屏幕牺牲了平占比之后尾数不多的优势了 生产力方面 PS的分数和Titan打平 低于要事 PR的分数则是直接垫底 甚至没能打过内存效能差得多的Titan 观察运行频率 同样也是显卡频率低了一大截 确实有些太丢人了 SPAC Workstation的跑分如图 感兴趣的观众可以暂停查看 这处理器、显卡、游戏生产力表现都不太理想 这X370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呢? 我们到拆机展示环节来一探究竟 后盖一开 浓浓的蓝天味就扑面而来 机身内部可能有点规整 但要说内部结构规整有点不太可能 内存是双插槽 预装了一对美光的16GB 5600MHz内存 毒血如图 机身内部一共三个M2硬盘位 这点倒是好评啊 原装的PC411预装在右上方 毒血如图 网卡是Intel的AX211 稳定性测试中出现过轻微的断流 下方是99Wh的电池 蓝天的控制台在切换到安静模式时会自动断开毒血 PCMark10的成绩倒是还不错 达到了9小时27分钟 不过考虑到这个机身重量 应该也不会有多少人选择带到离电场景中使用 最后便是散热 X370根据我们找到的资料采用了7热管双风扇 其中6根在上方负责核心散热 1根负责南桥和外围元件散热 但是七彩虹的宣传页面写的是9热管 我们横看竖看也没数出来9根 最后还是在另一个品牌的X370商品页中终于找到的答案 原来他们计算的是有4根热管给CPU散热 5根热管给GPU散热 所以加起来就是9根 如果CPU和GPU的散热都会一些老旗舰一样独立的话 确实是没有问题的 然而实际上X370有3根热管是CPU和GPU共用的 这样的技术方法就存在极为严重的误导性 而且我们还发现不止一家使用蓝天模具的品牌宣传业里出现了这样的问题 我猜测应该是蓝天给到了各个品牌的数据具具有问题 各个品牌商又没有认真检查 双方都得i50大版 不过数字归数字 实际的散热还是得看疗效 25度室温平放单烤FPU 主理器功耗最终维持在125W 封装97度 大核3.6GHz 小核3.1GHz 单烤显卡功耗175W 核心温度80度左右 频率1590MHz 双烤功耗则为76-164 核心240W 但此时CPU封装温度97度 显卡超过了88度 全部已经严重过热撞墙了 C面的温度还可以接受 键帽最高温度52.8度 WASD附近35度 外脱区域30度 打热器还算可以用 但是61.9分贝的噪音就很难顶了 核心温度撞墙 风扇转速拉满 看得出这套散热的原装状态 极限已经到这了 几乎没有留下什么调教的余地 不过电高寄生之后 散热压力缓解了不少 不仅显卡温度下降到83度左右 核心功耗还上升到了86-175W 核心261W 不难看出X370在打薄了机身之后呢 散热能力对比以前的老蓝天旗舰严重下滑 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而且哪怕在日用当中 风扇转速也会随机起飞 轻负载的使用体验也并不好 即便是在竞争对手也都缩小了尺寸的今天 X370对比2024年的其他旗舰 无论是散热模组的硬件 还是控制台的软件 也都难以挤升一个水平 看到这儿 相信屏幕前的你对于这台机器有一些自己的思考了 我们照例总结了优缺点各三个供大家参考 X370作为蓝天旗舰拨乱反正的回归之作 其实挺令我失望的 有些人会说 X370是蓝天Cliveau最后的荣光啊 但是在我看来它并不光荣 继承了旗舰之名的它 虽然为了熔入市场做出了一点努力 但是光做薄机身显然是不够的呀 外观 质感都没有同步的提升 屏幕 键盘等等外设 水平还停留在上一个时代 散热是我们测试过旗舰中的电底水平 脚垫高度太矮导致进风不足 控制台内对风扇的调校也是一言难尽 X370更像是睡过了头 面对高度变化的市场手足无措 拼凑出来的四不像 以前老蓝天内外接钢的含金量所剩无几 唯一的好消息是Cliveau仍存于此 还能继续给我们带来新模具 新机型 希望到了RTX50系 我们能够重新见到那片浩瀚的蓝天吧 好的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喜欢的话不妨来个长按点赞 一切三连支持一下我们 如果你想每天都会一起互动 可以关注一下笔拔评测室的官方微信公众号 我们每天都会分享一台笔记本 这台电脑或许良心或许坑猎 待会的目标时中只有一个 交给买本性能 帮助电脑小白 这是笔拔评测室 我是猪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 factions跟前面合看 猪王 比较十步 前面跟 road 说的